今天带您看看美国的二手车行 大家好我是老月 今天我们来到美国知名的二手车零售商 CarMax 这家车行还是比较著名的 它提供优质的二手车 无压力的购物环境和优质的客户服务 那在新泽西它一共有四个点 22号路这个CarMax建了三年 刚刚开始正式营业 那我今天就带您一起转一转逛一逛 最主要的是看看美国的这些二手车都是多少钱 我能不能找到一辆比较便宜的二手车呢 视频正是开始之前 请订阅老院的频道 点击视频右手的小铃铛 给您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 我感觉CarMax的服务还是不错的 进到大厅比较宽敞 然后服务人员也很多 他们也比较主动 毕竟是销售嘛 毕竟是卖车的 然后刚才这个小姑娘呢 其实她是给我介绍啊 就是这上头啊 你要知道有没有库存 这辆车是不是卖出去了 可以扫她这个二维码啊 这一溜啊都是所谓的BBA啊 都是德国车 这辆宝马 我看着还是不错的 咱们看一看啊 这辆宝马呢 它是2021年的 它是530 然后卖37,000美元 它行驶了16K 也就是16,000公里 这个里程数是非常少的啊 可能买了以后啊 就没怎么开 其实美国人啊 真正的老美呢 他们换车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一辆车喜欢马上就买 开了一段时间呢 可能不喜欢马上就换 就跟换件衣服一样啊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来CarMax呢 其实很重要一点呢 是因为我儿子啊 这个月就16岁了 在美国16岁啊 新泽西就可以学驾照了 他今年呢就可以开车了 现在一个劲的催我啊 赶紧让我给他报名 因为他拿到驾照以后呢 第一年还是需要我坐在旁边陪着他 但是第二年呢 17岁以后 他就可以自己开车了 在美国有很多的高中生啊 都是自己开车去上学 他也有这个想法 所以我们呢 要看一看二手车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有没有合适一点的 给他先琢磨一下 这一款啊 就是儿子喜欢的这种类型 就是轿跑车啊 有点运动款 这个是奥迪S4 它呢售价是5万美元 在CarMax呢 每个车的侧面 都是有它的标识 所有的这个车的品牌 然后呢型号 然后生产年线等等等等 这些都有 包括它的价格 这辆车啊是5万美元 它现在呢行驶了2万英里啊 是2023年款的 所以呢还是比较新啊 现在应该是不到一年 这一辆可能也是儿子喜欢的款啊 就是那种运动款啊 里面的座椅呢是皮的 有点像赛车的那种座椅 它是2020年的宝马 它叫M235 卖三万两千美元 开了三万九千公里 那边刚才咱们看那辆啊 是奥迪它是2023年的 开了两万公里很新啊 那这辆呢是2020年的宝马 开了三万九千公里 它时间比较长 但是开的里程数呢也并不多 那边那辆五万美元 这边这辆呢是三万两千美元 这辆啊是奔驰的敞篷啊 我觉得是不是儿子也会喜欢这种类型啊 我觉得这辆车呢是2019年的啊 但是呢里程数并不多 只是三万公里 它卖啊是四万三千美元 那这三辆车啊 奥迪宝马和奔驰是类似的啊 我感觉还是奔驰最贵 但是毕竟啊 它这是可以敞篷的 比较萨啊 带着女朋友出去逛逛街 挺牛掰的 然后漂亮妈妈马上给我补充 说现在没有女朋友啊 那只能带着老妈去逛街 回头率更高 这个CarMax是美国非常有名的 我原来呢就跟朋友聊过 一说二手车买卖啊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CarMax 但是呢我的朋友去年也有一个卖车的经历啊 所以我分享给大家 就是它综合了以后啊 如果你想在CarMax卖车的话呢 它的估价其实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呢我那个朋友最后选择呢 是在别的网站上自己去卖车 这是一个小的经验 如果你想卖车的话 自己在一个特定的网站上去卖车 价格会比较高 但是如果你要是买车的话呢 CarMax呢车质量都比较好 当然了它会稍微贵一些 因为它有它自己的质量的把控嘛 所以车是有保证的 价格可能比你在外面自己看的会稍微贵一些 而且我听说啊它还有很多的增值服务 像这种金融服务啊肯定都是有的 先纠正一下 我刚才说的公里数啊应该都是英里数 我应该是看错了 这辆车呢是我找到的目前是最便宜的SUV啊 这辆车呢是尼桑 它是2014年的啊 时间也比较长了 有10年了 卖呢15000美元 它是一共行驶了93000英里啊到目前为止 这个我觉得啊SUV 因为我儿子现在有一米九了啊 接近一米八九了 所以可能我觉得它更适合是SUV 这个是比较便宜的 我找了一下啊 这辆车啊跟我现在开的车是类似的 我看看多少钱啊 我们是雷克萨斯RX350 但我是L 它呢就是RX350 它这个是2015年的 行驶了77000英里 现在价格是222美元 我是2018年的 但是我行驶的里程数呢比它高 所以我觉得啊 我的价格跟它差不多 现在这价格只是买的时候呢 40%了啊 亏损超过60% 我听说疫情中间到后面啊 因为芯片啊 包括这个通货膨胀啊 美国的二手车呢 涨价也是非常厉害的 可以说啊 只要你有车就不愁 卖不出价钱来 就跟房子一样啊 但是我想一想 当年啊 20年前我的同学来美国留学的时候 好像那时候他们的第一辆车啊 基本上二手车 2000美元就能买一辆了 现在真是天价了 这边的车啊 我发现白色的和黑色的比较多 像这辆红色的比较少见 这辆呢是奔驰啊 它是GLE的350 行驶了43000英里 现在卖呢27000美元 2016年的 这边有一辆路虎啊 很熟悉啊 这辆是黑色的 我看看它这个是2017年的 这是路虎缆胜 这应该是行政版啊 卖51000美元 它的里程啊 现在是43000英里 这路虎还是挺保值的啊 这边这一路啊 都是美国人特别喜欢的皮卡啊 这一辆呢 是这个公羊 我们来看看啊 它是2021年的 卖34000美元 现在一共开了5万英里 这个皮卡啊 其实是一个男人的梦想 拉东西那绝对是一顶一啊 后头倍儿大 你知道在北美啊 美国加拿大 很多活都是要自己弄的 不管你是修房子啊 不管你有的时候 你家里有一些地啊 所以有辆皮卡车是很实用的 简单转了一下啊 我发现这个停车场还是蛮大的 但是呢 我们今天发现呢 它没有特斯拉 没有电车 没有特别高端的车啊 都是比较大众的车啊 最好的可能也就是路虎啊 奔驰啊这些品牌 这有一辆mini Cooper啊 你看它大眼睛 多远啊 然后它这个后视镜啊 还有一个英国的国旗 挺有意思啊 这辆车呢 是2017年的 现在卖19000美元 它才开了33000英里 这车怎么样 美国车啊 吉普 这个多硬朗啊 我觉得有些人啊 特别喜欢开这种车 很酷 这个是2018年的啊 它现在卖34000美元 一共行驶了才2万英里 其实我今天呢 就是第一次来 看一看也不着急买 因为毕竟还有一年嘛 儿子才能拿到正式驾照 自己开车 那我其实呢 也有一种想法 我是想看看特斯拉 另外一个呢 我们家自己现在这个车 是不是要置换一下 反正呢 未来是两个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啊 我自己的想法呢 是不是就干脆买一辆特斯拉得了 二手车呢 将来再说 毕竟啊 二手车别人开过的嘛 我觉得买一辆新的特斯拉 现在有补贴 应该是不错的 那视频呢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观看 拜拜 拜拜